来看次业现在是越来越多角化的经营了 提到美式大卖场 现在在台湾除了零售 也要经营加油站了 明年初在中立就将开设全台的一家加油站 这也是继日本之后亚洲第二家 不过美式卖场加油站 油品的来源还有价格 目前还卖关子并没有透露 只说会以很低的价格来进入市场 美式卖场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 现在连油也要卖 中立分店旁的空地高挂不调 明年初全台第一家加油站就在这开幕 不过油品来源要先卖个关子 生成会以超低价格杀入市场 我这个营业车是消费大宗 那对我来讲的话能省一个算一个 会参考看看 价格嘛 本来是会员但是有附加价值 在美国卖场就是结合加油站 共同经营如今看准全台12家分店 消费者9成以上都是开车来 先开第一家试水温 不过比一比美式卖场加油站 只限会员必须自助加油 一般加油站什么人都能加 还有专人服务 而且卖场加油站目前只有一家 一般加油站到处都是 方便性差很大 真的会很便宜的话 它点要设多一点 就像中油一样 到处都有它的加油站 那有可能就会去使用吧 那也是刚好要有经过 对啊有经过方便的话 当然还是会进去 加油的点多才是我们考虑的对象 低价策略和宽松的退货政策 让卖场吸引高人气 如今买东西还能顺便加油 扩大市场外部效应 在油品市场投下震撼弹 新唐人亚特电视 纵口报道